知道不知道新世纪已经在情商智商之外 已经有了一个逆商 你给讲讲 逆境里头的表现叫逆商 AQ 所以说咱们今天可以先从小木兄 从日本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不一定好消息 就是说可以看出来 他碰到逆境的时候 他怎么办 当然咱们也先要了解一下 小木是个什么人 我觉得小木是一个比较慷慨激昂的人 他自己的隐私从来都可以白于天下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就说不是我八卦 而是说确实他的婚姻出问题 是吧 但是在这种逆境下 你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比方说在有婚姻的时候 你有老婆了 特别有小孩了 如果说老婆提出来跟你离婚 但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原因 也可能是对方的 也可能是自己的 如果是自己的话 你必须要承受 所以在 特别是有离婚证书和离婚的那个 要申请的那个表 摆在你眼前的时候 对方已经写好了 就等你签名了 我大概想到二十分钟 我就签了 所以我第六次离婚又离了 所以看他满面春色不太像逆境 我原来每次 三天前 就三天前前 这个最新离的这个老婆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是他主动的吗 是他提出来要离婚 我觉得他早就该这样表达 是以我这小目中之内了解 第一次世界记录好像说离婚 结离婚最多二十多次 所以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不想要这个 我将来也不想再结婚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人需努力 不是 你没表现出什么难过的样子 你觉得是终于解脱了是吗 那倒也不是 就是说 你不能老去想这个事 你像我在葛伍基丁那么多年 对吧 刚刚去的时候 被日本人绑架 被同胞绑架 还甚至被日本流氓 中国流氓 要把我赶出葛伍基丁 各种事情都经历过 包括我去竞选 被政治家骂 被日本又一骂 甚至喊你滚回去 这些东西你必须要承受 包括生死有两次吧 就是车已经撞到你 就是车是全损 保险是全赔 但我人没死 车全损 你全人没事 一点说没有 你是车还是他人 所以就是说 你经历过死亡了以后 对这种 对这种后来的这种事情 真的就是看不够 六次离婚 那就不算什么 这叫曾经沧海南维水 是吧 因为日本的法律是这样 但我们是协议离婚 所以一天就搞完了 如果你到裁判所去 你所有的财产 你所有的 你一定是归他的 只要他要小孩 一定先仅女的来做 所以男的在日本 是离不起婚的 对于我这次 就是零 竞生出嫁 是真的 财产没了 没有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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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要重新开始了 对 从零开始 从头院 其实他每次在日本离婚 都是这样的 小木其实我 应该近距离看他 这么近距离跟他做节目 是第一次 以前也 就很多你的经历 我也都知道 就觉得说 但是你呢 就是属于那种 无论什么灾难 魔力 在你脸上 其实没有留下来 太多的东西 他这个逆伤 肯定低不了 对吧 你当年他这个 到日本 自己一个人 在那种 歌舞剂厅 那种黑白两道 鱼龙混杂的地方 他能够混成 现在要选日本的一员 他曾经被绑架过吗 是吧 绑架过两次 对啊 都差点死掉了 你比如 我讲老实话 就我要有 他的这个经历啊 我在经此一试之后啊 我多半的选择 就是离开这个地方了 就是远走高飞 不会 我被绑架了 第二天晚上 照样西装隔离的 我就站在那里 你想帮我赶走 我就不走 反而他们 就觉得啊 这个人是 不能随便动 他这个人 你看他就特别 惊折腾 诶 宇军 我不是说咒你啊 你现在婚姻 当然是这个 代表了这个 这个中西婚姻的美好 但是假如说 就是碰见 就是说这个婚姻 像小木这样的 这个情况啊 现在也有了孩子 你觉得你会怎么处理 我觉得痛苦的日子 肯定是比较多的 但是之后 我不觉得说 因为婚姻这个东西啊 这个关系真的不是你 一生下来就有的 所以呢 你重新组合也是 我觉得也不是 那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总是觉得 这个东西好像是属于 这个 这个春来发几只的感觉 都是像 春来发几只 就是那叫什么 春色满羊 光不重的你还 一直红性出下来啊 你不是惨逆伤吗 我们不是这个理论假设吗 假设假设 你们有一集啊 讲什么出轨啊 我看了 看的时候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感受啊 我在想啊 假如人家都有这么一个 我那个感受啊 这个原作派就成功了 我一个什么感受呢 就觉得 他们没说到点上 你跟我来说 先讲 先讲 没有 其实我觉得 他们那集讲的是 这个 注意到比较多的女的出轨嘛 其实我是觉得 我们这个社会呢 女的出轨啊 比男的出轨要难 比男的出轨呢 比男的出轨呢 要求要高 代价也大 惩罚机制比较大 我的话的意思就是说 同样出轨呢 男的比较有可能 得到女的的原谅 挽回 但是女的出轨呢 这个挽回的难度就比较大 就这个才是 这个天下 这个社会的不公平 人家看不到这个不公平 我同意 但是我也要告诉你 许老师 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但是女的出轨 跟男的出轨呢 有一个基本的不同 我当然了 我的观察很片面 说错了 这个你们批评我 男的出轨啊 他不需要这个出轨的对象 比他现在的 这个太太要好 不挑 男的啊 男的就是这样的 你碰到一个人 仔细想想 既没有你太太漂亮 也没有你太太有才 对不对 各方面都没有 可是他照样就 胡哩胡哩就出轨了 是是是 但反过来说 女的如果说他要出轨的话 基本上 这个出轨的对象 要跟他现在这个男的要比 相对来说 至少有一部分 是要比较好的 对不对 比他 比他是身体好 对 那他是身体好 对啊 相貌好 经济好 或者是脾气好 总而言之 他要觉得 因此呢 女的一出轨呢 他就有一点怎么说 有一点我们俗话来说 找下家的意思 就是你一旦出轨的时候 女的在想 这个不是玩一玩的意思 这个是假如我那个要跟我分 这个就是要能够承托的 所以他会想的比较 男的男有这么想问题的 男的糊里糊涂出轨的时候 他回来跟你忏悔的时候 他可能真心地流眼泪 他可能真心地说 什么都不如你 我就是一直啊 搞一大堆 但是你这个问题看上去是一个 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态度问题 其实背后隐含的一个就是 非常深刻的不公平 就是女的出轨的 惩罚机制非常大 惩罚机制非常大 就男的哈 最简单的 你两个人交了朋友以后 这个男的以前交过十个女朋友 对他来说不是负资产 你明白吗 他不要拿出来炫耀就好了 对他女的来说 他说我有过 那么这些就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不好了 但是现在我对你是最好的 那女的就原谅了 甚至女的会觉得 你看他多有魅力啊 他原来找过找过谁 现在他跟我好 你要倒过来把这个game反过来看看 一个女的 再好的女的 跑来跟你说 他之前的前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不要数到十了 你数到三十个 这个男的就受不了了 还更不要讲细节去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种不平等 但是咱们是聊出轨还是聊逆伤 不是聊女伤吗 你们不是在讲 出轨是一个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逆伤吗 那你们讲讲其他的逆伤看 发财发不到 还有什么是逆伤 事业上 事业上的逆伤上还是很多 我又要讲这个男女不平等了 男的可能是在事业上 这个事业包括政治 包括经济 包括学术 女的来说 一般来说最大的逆伤就是在感情上 同意吗 一坚同意吧 基本同意 基本同意 我想想是的 我周围的女孩子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不平等 但有另外一种平等 就是这个女孩子出来工作 竞争各方面 这个条件呢 当然上面也有这个玻璃电话板 但很多条件下 都可以出来做的挺好的 这个就算是平等了 但是你做的再高 如果你后花园有问题的话 一下子 他就觉得自己失败了 会的 人生失败了 但是男的呢 相对来说 男的就相对来说呢 比如说 如果他的这个事业 是吧 掉到零了 这男的就大祸临头了 对吗 一分钱挣不到了 甚至是负债了 这个时候大祸临头 对 是吧 可是女的的自我否定 可能是在情感上的 这个部分多一些 男的的自我否定 就是在事业上会多一些 你不要以为女的得到了钱了 她会觉得 她会得到一些胜利了 她还是觉得她的失败 在某一个年龄阶段 我也听到过 有的女的可能过了一个 特别是到50岁了 有些做得很好的 她也不理这些了 我觉得她们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 那个时候性别就不重要了 她可以做所有男人做的事 是 我现在真是见到一些这个女性啊 我觉得她超越了 超越了我们社会 大多数女性的那个境界 其实就是她很强了 或者说呢 她看淡了 她看淡了 对 但是我是属于 其实我没有经历过 我就说我没有经历过 特别大的逆境 我觉得我这 我年轻的时候 可能有过一些困难 因为以前在战地啊 什么呀 可能你经历过一些困难 但都说不上逆境 因为逆境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你站在一个悬崖上 你周围都黑的 你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 可能那个梯子就在底下 你也看不见 是那种绝望 你不知道前面怎么走 也可能呢 你的这个日本人有个词啊 叫顿感力啊 你就是顿感 你明白吗 其实有的时候 这个人走到绝境啊 你老以为是客观的 其实是主观的 你知道吧 他有的人呢 哎呦 你可能今天徐老师 跟我没个好脸 我就逆境了 那是啊 我就逆境了 都有吗 不 你就是 你哎 你比如像在我 我上次去日本 我就听他们有的人讲 说这个日本有些年轻人呢 太架不住什么了 就是啊 这个科长骂了一顿 就自杀了 对 那就是逆境啊 那那那你说 这算什么呢 是哦 哎 徐老师 你能说说你 就是有什么逆境吗 濒临自杀的 为什么没到之杀 咱就说得到了 就是说那才叫逆境 绝境了 他这种什么逆境啊 他这种叫 不是逆伤吗 你们说 他那种不叫逆伤 他那个叫折腾伤 对对对 他就折腾 经折腾 你看他瘦 他筋骨特别经折腾 他都说不清是这个什么 是高兴还是伤心 你也知道吗 对对对 我这哭了 我真的我真的伤心了 是因为孩子 因为他妈妈举了一个例子 当时我坐在床上 跟我讲这个事情 他说 你知道儿子怎么疼你吗 如果知道今天晚上 爸爸回来吃饭 在家里吃饭 他宁肯不吃肉 他知道我不吃肉的 我就吃鱼 要买生鱼片 买一条枕鱼 他说这就是儿子为你 还有他举 马上他又举了一个例子 昨天晚上 你批评他睡觉之前 一定要刷牙 因为他已经洗完澡了 泡完澡了 上床的时候 拿了一个东西再吃 吃完以后 说你刷完牙再吃 他已经上了床 他因为我这句话 他记住 他要把门打开 又出来刷牙 他很在乎你 但你已经是他的榜样 结果你今天是这个样子 你看妈妈离婚的时候 拿儿子出来说 真的一下 因为我戴着眼睛 他不一定看到 但是真的我眼泪掉出来了 所以你说我 没有伤心的时候 没有的 一定有的 但是你还是没想到 去挽救 但我是完全是听从他的 他高兴怎么做 所以我 这个前提是 他认真的分析了 自己的本性 20分钟 20分钟 我这样一个人 最负责任的态度 是离婚 对 只能听从他的 咱还没说 徐老师 你的逆境有吗 你觉得什么算 你的逆境 你这个很难说 有时候真的逆境 你就没法说的 你就是没法说的 比如在网络上 被人家攻击 那是什么逆境 那不算逆境 这算日常 这算日常 完全不算逆境 家庭呢 咱们还是别说 这上岁数的 上岁数的 可能都经历的够多了 就扛造了 我说这个逆境呢 其实现在 很大程度上 是在讲年轻人 你比如说 今年这个 一月份的时候 我给你们看一个照片 这个看看 这个年轻人的照片 你记得吧 这成为一时的话题 毛侃侃 这个毛侃侃 他写过一本书啊 就是像恋爱一样去工作 就是一月份的这个时候 这个三十几岁啊 他刚过三十几岁 这毛侃侃自己就烧炭 烧炭就是自杀了 但是为什么 他这个自杀 就引起这么震动呢 就一般人都是讲 说他创业 当年呢 就有四个八零后 被你们媒体人 贴了标签 就是说 哎 这是四个创业新星 代表了八零后 未来的希望 都上中央台 呀就火了 你知道吗 但是那仨人 现在应该说呢 创业成绩还都不错 但是就唯有他呢 就等于他搞的一个 叫什么电竞游戏啊 万家电竞 他弄的这个 最后啊 就没钱了 但是他还满腔乐观的 鼓励部下 继续开发这个游戏 说我们一定能成 一定能成 对吧 甚至到他自杀了 人们才发现 他把自己的车 把自己的房子 把他妈妈的房子 都抵押出去 就是给员工发工资 实际上早就不行了 早就不行了 然后呢 但是一直 这孩子保持乐观 但是呢 就是最后烧炭自杀 所以他的这些好朋友们啊 就特别讨厌这个媒体 把他说成是一个创业失败 说啊 经受不起失败 后来人们发现呢 他呀 乐观对一切人 但是实际上呢 早就做好了准备 几个月前呢 就跟他女朋友要分手 他女朋友闹不清 为什么 他就说要分手 要分手 其实就是人们就猜 他在那个时候就知道 他这个资金呢 根本就是负债了 但我总是觉得 大家其实没有办法 走入他内心深处 就是最后一段时间啊 他好像安排得非常好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 跟大家去吃饭 喝酒 唱歌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他其实等于在告别嘛 他等于是非常有准备 而且这个自杀的方式 也是买了五包炭 把家里的门窗 都给贴好封条 什么怎么样 所以我想 他是筹划了很久 有时候我们 简单的看是一个 好像因为他的这个事业不顺啊 怎么样 但是内心深处 我们其实我也没有经历他那个东西 我总觉得所有的报道都没有讲到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有几个啊 可供我们去研究的 比如他就早年在他 我刚才说的这本书里 他自己其实写到过 他说他有严重的抑郁症 曾经患过 那么这显然是一个因素吧 但是我发现呢 爱他的这些朋友们 也不愿意往这方面去想 就是 你知道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就是说 所有的人对他几乎都印象很好 就这个人呢 就是够哥们 这个人呢 永远的 这个跟这个朋友啊 都是笑呵呵的 或者换一句话 永远都不是体面 他的这种体面 说的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在他临自杀之前 他跟一个合伙人 劝这个合伙人 就是把这个公司法人改成我 那个合伙人说 这为什么 说是现在债务 那你就意味着 你要把这些债务都承担了吗 他就说了很多理由 反正就一定要坚持这么做 就实际上那意思啊 帮朋友卸掉负担 都在我身上 而且这个孩子 不是我不能叫他孩子了 三十几岁 这个年轻人呢 一直以来就是这样 他在这个创业圈啊 是个传奇性的人物 就是 包括就是说对朋友 包括就是对员工啊 就是我不能对不起你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他自己都说 他的性格 其实不太适合去创业 就是什么呢 他把太多责任 背到他自己身上 他甚至于我觉得 比如说死亡对他来说 我这个我瞎猜啊 他会觉得说 可能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这样以后呢 他所有的就是责任 这一块的事情都消解了 对他来说 我常预备 你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他去自杀 对 所以有时候从 反过来讲 我们说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怎么呢 很难扛造 碰到一点事情 就怎么怎么样 我反而觉得是因为 有时候觉得 他们的选择更多 比如说啊 我们说 那个领导骂你两句 你就什么辞职了 就不干了 你怎么不好好干 那是因为 他们选择更多 他可以去干别的 都活下来的方式更多 甚至于 对死亡的理解 我觉得 我们以前觉得 是一件特别害羞的事情 就是特没出息 或者怎么样 他们现在有些解读 跟我们也不一样 当然是不鼓励 我只是说 他们的解读 不能以我们 以前的那种价值观 来衡量 这个 我呀 这个就是看了 关于他的这个 详细的报道 报道之外的事情 我也不了解 但是呢 仅就我看 他这个 这些报道的 这些这个人的事啊 我有一种猜想 当然我这个猜想 也完全做不得数的啊 但是你知道 他让我联想吧 你只能说我们联想啊 我们借这个话题吧 借题发挥吧 这个孩子啊 虽然是80后的 但是呢 他是部队大院的子弟 就北京的部队大院的子弟 你知道 这一下让我想起呢 就是当年 这个这个 马卫都啊 王朔呀 他们这一番的 这个部队大院的子弟 我跟他们很多人呢 是朋友 那么其中有一位呢 前一阵我们俩聊天 我觉得挺逗的 就是说呢 就说各地的男人 比如说山东的爷们 或者说上海的男人 什么各具特色了 最后呢 就说到北京的这个男人 老北京的 这男人 他讲一句话 他说这个 北京的这个男人呢 就是爷 他说你看 谁 你看你看马卫都 你看没有 马爷 这爷是一种什么意思呢 要面 很少承认自己搞不定了 然后呢 真的就是像这篇报道当中 描述的这个毛侃侃一样 他简直就是一个 吉时雨啊 过去咱们讲山东 这个吉时雨送江 兄弟有难 他就来了 来了呢 他给你传递 甭管做到做不到 但他给你传递的 永远是这个 能够好 我能够拉到投资 你放心 这事准行 哎 我又拉到投资了 还上市 马上可期了 他 他总是 他从来啊 没说 这不行了 其实明明后来 大家才知道 早就不行了 你知道吗 但是不到最后一刻 不到那个最后 他上面的那个 上市公司派代表 跟他公司员工 就是说 散了吧 他都没有 跟大家讲 一直垫自己的房子 垫自己的车 给大家发工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他的就是 就是让我想到啊 这可能是不是一个 北京的那种小爷 你明白吗 只容许这个天下人 对不起我 不可以 我对不起天下人 所以我认为 他这个自杀 某种程度上 有点像你刚才讲的 日本人 当然那个原因不同了 就是说 一死以谢天下 就是我原来 我这北京的爷们 就是说 好面子 好体面 什么我都照着 出什么问题 我都扛着 绝不让你麻烦 你放心 绝不让你扛着 但是最后积压的 扛不动了 怎么办呢 欠了那么多债 是吧 怎么办呢 就一死了 生前是传奇 死后是传说了 这个 第一 那个你说的对 这个事情不能 鼓励 对不对 这个绝对不应该 当然了 这是悲剧 但是第二呢 就想起鲁迅 讲过一句话 鲁迅在 袁林玉 去世以后 讲的 千万不要嘲笑 自杀的人 我觉得你看 他最后那句话说 我尊重结局嘛 我就对他来说 他就觉得 这个结局里面 得有这一部分 就有点像那个 冯养刚刚以前 拍那个电影 叫 什么 对 就是讲北京 那个 老炮 对了 就是最后 他们那一场决战 在我看来 毫无必要 就完全是大家 让我们上海人 讲 你坐下来 说说话 好好说一说 不是这事就完了吗 你非得跟人家去 你幸运相搏 一点都不值得 叫我们看来 但对他们来说 就是为了应该做的 这个结局里面的仪式 我见过好多 这个北京的这个爷 你会发现 很有意思 你包括像马爷 他很少跟你承认 就说我 我不行了 你知道吗 他 他永远释放的是 我有能力 我可以 甚至是 他是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心理图像 但是他希望 能够帮到每一个哥们 他的人设就是爷 对 你比如说 好像报道里不还说吗 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 从国外回到北京 想进入 比如说公关行业 或广告行业工作 只要跟他说这一声 第二天 他跟这女孩子 也没有什么 多么亲密的关系 第二天 他就摆一桌饭局 把这个业界 所有的可能帮到这个女孩的人 都请来了 你知道有一种北京的爷 就是活着 有面 但是你从另一方面讲是仗义 江湖一起 仗义就是我能帮到你 他也就 我自己仔细看他这个报道 在我脑子里反正就敷衍住 而且往往那种大院子弟 他会 他有一种 其实他是要强的 要强 要面 包括你看 那里边都讲 他去跟人家拉投资 让人家别人投点资 或者填补他工资的窟窿 都是说 他跟人说话也不失体面 不会说 他不会 听来这个逆伤就有意思了 就是说 我原来想的逆伤 在逆境里面 我们都讲应该要坚持 要奋斗 要这样 现在其实 你看他其实一直在奋斗 对吧 其实逆伤可能有另外一层 就是你该撤的时候要撤 这个倒是一种逆境里的智慧 逆伤就是对自己 情商和智商是跟别人打架道 对不对 我觉得AQ这个逆伤是跟自己打架道 自己怎么 一旦是这个地方 我该不要脸的时候就不要脸 我就是个不要脸的人 真的 我在日本三十年 就是没有面子的 但我觉得我没有违法 我就为了生活 我就做这个事情 我不做出来了吗 对吧 然后我写的东西全 自黑 自贱 自残 我觉得应该有这种 把面子放下来 你才能得到尊重 你才能 因为人总是平凡的人 你就是个凡人 你就是普通人 你不可能是个超级人 对不对 肯定有做到不好的时候 当做的不好的时候 你就勇于承认错误 勇于去赔礼道歉 我觉得应该这样去做 我肯定是太要面子 太要面子 太要面子 我就是个不要脸的人 我就是不要脸的人 那我今天还会有点脸 所以你看 他小木这个 就让我想起湖南人讲一句话 叫什么呢 霸得蛮 霸得蛮 奈德凡 奈德凡 你看他就是 我就给你死康到底 甚至你看他的这种表现 反而就有点 湖南人有时候有种啊 某些湖南人吧 欲挫欲勇 屡败屡战 你说就是逆着茬 你说逆伤啊 逆伤 越是逆境 我还越是越战越勇 曾国藩当年也是说 屡败屡战 他这个真跟不一样 有些那个老北京的爷啊 你会发现 我再给你讲深一点 你办法 比如说老舍 他是不能受辱的 你明白吗 他不可以受辱的 对吗 他要 他实际他要这个体面 他带着不一样 不一样 老舍这个不一样 他不愿意再活 任何活下去 就是狗活了 在他来说 那要是小木呢 当年大肯定是要活下去 大成什么样 第二天我还来 我觉得毛开开不是这个情况 他是不是 你刚才分析的 我觉得他很有道理 他就是开始的是 过高的 称高了自己的能力 但是他这个帮助人家 真是一个好心 他最后没有丢给人家 他帮人家 处理掉很多东西 然后自己 我没能力了 那最后怎么办 我这个一死 谢天下 你知道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就是我在这个 至少我只能根据报道 我也不认识人家 就是说我根据报道啊 我看到一种人 你比如说 咱们老觉得 人活的是个什么呢 有些人活着为了钱呢 还是为了这个呀 为了利呀 为了家庭啊 各有目的 但是有一种人的目的啊 是很有意思的 他活的是个什么 就是你比如说小木 我跟家 我跟家讲 世界上有这么一 有没有这么一种人 比如说一个江湖大哥 这江湖大哥呀 实际上最后死了之后 你发现呢 他穷得叮当响 可是呢 他就要活一个 你没钱吧 好 拿去 你需要找工作吗 杜月笙嘛 杜月笙这个 我帮忙 对吧 我什么 就是 哎 到哪都有体面 什么事我都能 摆平 哎 可是实际上呢 自己啊 根本没有什么 你就像这个 毛坎坎 你说他创业 他为了钱吗 我都不知道他为了什么 你比如他曾经在一个叫做 什么TV啊 GTV 还是一个什么 什么地方干 就是 最后帮人家干了很多活 最后发现跟自己的 想干的事 这个不吻合 就是辞职吧 辞职 他明明可以跟人家 他根据他在那个公司做的贡献 他明明可以要几百万的 最后他就拿了几万块钱 就走了 也无所谓 就是说 你知道吗 他在 就是我就觉得有一类人 他活的是个什么满足呢 我想来想去 我就觉得 我在那个老北京的 有些爷身上看到这么一种啊 外强中干的类型 就是他要撑这个 你 那当然这是从负面讲了 但是你从良善的一方面讲 你说这种人 是个范儿啊 我觉得这个范儿很好啊 他活这个范儿 他活这个体面 对 是个范儿 是个范儿